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2021 威尔未来品牌大小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 问候各位 今天可能市场最聚焦的 就是中石油的大涨 大家觉得周期股到底到哪个阶段了 这个话题在近期 我们一直和大家在探讨 在分享 今天我们继续会聚焦这个话题 同时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已经出炉 我们也会就这一数据进行解读 当然今天是星期三 又是我们相约星期三的基金时间了 今天的基金时间 我们将和我们的基金经理 一起通过企业家精神 来寻找价值投资的远动力 好的 我们的四位嘉宾 今天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杨肖磊 肖磊欢迎您 还有我们今天请到的基金经理 是来自东方红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 韩东先生 欢迎您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一位投顾 是来自华泰证券销售交易部产品准入的负责人 李洋琴 欢迎洋琴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分析师刘欣 刘欣欢迎您 这一时段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 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对市场还有对未来在基金投资方面 有哪些困惑 还有哪些心得 都可以和我们畅所预言 刚才我们也提了 今天A股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的 其中像创业板指数是走势较弱 收盘跌幅超过1% 两市成交超过1.35万亿 应该说比前两天有所缩减 今天盘面上 石油 电力 还有化工等周期 再度集体的大涨 像酿酒 银行 医疗保健等等板块是走弱的 那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20亿 这是整体的简单交易情况 那在今天的交易过程当中值得关注的是 就是下午之后涨价品种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像煤炭 钢铁等传统能源板块回落较多 而像佛化工 零化工 太白粉板块 就是维持了一个高位震荡 刚才我们提到了中石油再度走强 可能不知不觉当中 三天这只个股上涨幅度已经超过15%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两位短期市场嘉宾 对市场的一个简单看法 那小蕾刚才我介绍这个盘面的时候 可能又要问了周期到哪步了 周期到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探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无论是从估值批弊各种方法 包括大家在测量情绪 在看期货 这些可能维度特别多 那从你的这种观察情况来看 我们普通投资者 在短期这种情绪高的状态之下 应该怎么更客观地 来看周期的未来走势 首先我可能一上来就给大家说一句吧 如果你想着用非常简单的 PEPB方法来看周期股的话 我一句话告诉你是无效的 5月份我们就在节目上讲过 我们看好焦媒 我们当时也提到了过 新能源车的数据 5月份大幅转暖 之后7月份讲到过储能 讲到过军工 有朋友后来问过我 就是你说像焦媒 这些行业有什么分析方法 其实和17年分析水泥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你最难的是 你怎么去跟踪行业数据 怎么去做高频的跟踪 当时讲焦媒 我们讲得很明白 就同样在煤炭品种里面 为什么焦媒会比动力煤要来的好 因为动力煤的下游是电厂 电厂的上网店价是被框死的 然后如果上网店价上调会引起整个居民消费者价格的这样一个变化 但是焦媒的下游是焦炭 焦炭的下游是钢铁 今年钢铁厂面临的情况是钢架在高位 铁矿实在低位 利润特别好 所以它的传导机制会比动力煤更顺一点 而且从焦媒本身的开采难度来讲 它的供给弹性是很小的 如果海外进口我们来分析 像澳大利亚像蒙古的进口 像有些澳大利亚可能受到一些地缘因素的影响 所以它今年的进口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然后蒙古受到疫情通关的影响 所以它的供给弹性也不大 所以你要懂这些供需的情况 你才能提前在五月份就判断出来 焦媒是今年黑色系里面最好的一个行业 但这种认知不是我们电视机前观众能够把握的 绝对不是看PEPB 也不是看报表能够看得出来的 你需要专业的周期研究员 来给你做提前的这样一个情景规划 要知道其实即使像我们基金公司 周期研究员的配置都不多了 所以这种机会基本上是难以把握的 到反过来说 我们可以从现在市场给予我们的一些股价的反馈 来判断一下市场进入到了什么阶段 大家可以看上海期货交易所 或者说其他期货交易所的 焦媒主力期货的情况 其实焦媒主力期货不是最近价格创新高了 它很早从六七月份一直在创新高 但为什么股价是最近开始强烈反应的 因为你如果跟着期货的价格去炒股票 你忽略了一点 就是期货投资者 他交易的是这个价格的十点值 就最高到哪一段时间 但是基金经理其实更需要判断的是 他在维持高位的价格的时间区间 也就是他的景气周期在哪 这其实是比较难以判断的 那么相对来说 现在资金越来越多的涌入黑色系 涌入像钢铁 涌入煤炭 其实就是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 相信这些品种可以有比较长的景气周期 但是我们今天也 比如说明天我要做个直播 就是能源革命的问题 其实双碳情况下 大家看今年像新能源汽车 像储能表现很好 最近电网都开始涨起来了 你会发现有两个非常矛盾的问题 就为什么我们新能源涨了这么多 光伏也涨了那么多 但同时老能源代表的这种钢铁 包括煤炭也涨幅这么大 这其实背后需要你对行业的一个认知 那么储能我们之前讲过了 现在光伏和风电包括水电 现在已经占上网发电的23%左右了 那么未来它的整个占比会越来越高 那么我相信来 大家可能没有关心到一个问题 每天如果你去刷基金净值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最近周期股大涨 大部分基金都没怎么配周期 大家有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大部分基金经理不怎么配周期 包括今天韩东总也在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请教一下 韩东总这个事是怎么看的 我来谈一谈我自己采访过的一些基金经理 他们的看法 他们觉得我看储能看光伏这些行业 我能看清楚这个行业 未来三五年它的市场空间是在变大的 它的渗透率是在变大的 我们现在看到23%的新能源的发电占比 以后可能是30 50 但是如果 渗透率和这个占比的一个提升 对 但是如果我看煤炭 你要知道整体的在这个新能源 渗透率占比上升的情况下 一定是老能源的占比变低 所以我在看到一个资产在 比如说一根冰棍 它在不断变化掉的情况下 我怎么去确定 可可能现在的周期很好 未来一年的景气收期也很好 但是三五年之后是什么样子 大部分人说不清楚 所以这可能是相当多的基金经理 不怎么配置煤炭这样的短 短久期行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然后至于电视机前的朋友 我觉得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 告诉你现在该怎么办 第一 你去配置是黑色系 或者周期研究员出身的 基金经理的基金 你相信他比你懂这个吧 这个我写觉得毫无疑问 第二 你要不还是喜欢自己交易 没关系 动量策略 你就按照自己的 对于市场行情和股价的判断 去交易对应的ETF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是最稳妥的选择 你说 至于说我要提前于市场挖掘 不好意思 这个事 你在不懂行业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 其实我觉得小蕾 每次在节目当中 和我们投资者交流的话题 就是当我们整个专业都不够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求助更专业的人 帮我们做更专业的事 他刚才用这个行业的道理 也跟我们讲了 应该是投窖的话题 就是交媒交叹今年的整个状况 虽然说有人是跟着期货做的 就说期货涨跌 但是前两天我们看到 情绪在期货上跌停 但是它整个市场还在上涨 所以有时候大家的这种判断 确实要借助专业人士 周期的价格它已经是滞后因素了 我们研究的是前置因素 就是供需 供需最后会引起周期价格的变化 来 我们来看看刘欣怎么分析 刘欣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今天整个周期品种的一个变化情况 我们说其实周期这一波上涨 它是在新能源系列下 就是新能源的逻辑当中 是出现上涨的 我们之前说是涨价逻辑 这一波是说 由于新能源的主逻辑 再看涨价逻辑 其实今天涨价逻辑当中 它已经内部出现分化了 您怎么看未来我们的这种操作策略 实际上这波周期股的这样一波上涨 恰恰是在8月中下旬开始出现 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走强的 那么这波周期股上涨的主逻辑 其实还是来自于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那么其实在本周一的时候 其实在市场当中 我们大家已经关注到 像焦煤焦炭的期货价格 已经开始出现下跌了 但是反观那天 煤炭股整体的走势 还是比较强劲的 那么这种其实就是 短期价格上面和交易上的 一个一种反差 那么昨天市场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 震荡的调整 那么今天整个的周期股 应该说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分化 所以对于整个周期板块 我觉得未来大家关注的焦点 还是看它涨价的逻辑 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 如果说涨价逻辑继续维持 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股 可能还会有继续走强的情况 但一旦说价格在周上面 有所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话 那么可能周期股这里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 这种震荡的走势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 对于周期板块来讲 我觉得在这个上面 大家也要注意几点 第一点 实际上8月份所公布的一些 CPI跟PPI的数据 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 之间的这个差额 其实还是在不断的 这样的一个扩大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价格的传导的因素 并不是非常好 那么这种因素呢 我觉得对于这些周期的 一个中下游的企业呢 会产生一定的抑制 那么另外呢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 和周期品价格的逻辑关系来看的话呢 往往经济见顶之后呢 周期品的这个价格呢 它会延续5到6个月的 这样的一个走强 那么其实这轮全球经济复苏的高点 是在今年的5月份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 那么他们的价格高点 有可能是在今年的10月份 到10月份 就会建一个阶段性的 这样的一个高点 所以呢 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整个周期品的一个整体来看 它的这个涨价周期呢 是进入了一个中厚的这个阶段 当然了 在这里呢 可能还会要区别的这个对待 目前来看呢 因为焦煤焦炭的这个价格呢 率先出现了一些波动 所以这个板块可能未来出现一些波动 出现震荡的一些可能性呢 相对来讲比较大 那么另外呢 在天然气 包括在铝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呢 他们依旧目前呢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的 这样的一个上升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可能我觉得未来周期板块当中 天然气啊 包括铝制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可能还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势的态势 而相对来讲 其他周期品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震荡波动 风化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其实这段时间呢 大家对周期的讨论非常之多 那不管怎么说 对于周期目前 尤其是涨价品种 他们的一个涨价幅度 下游的承接度 我们都在密切观察 我相信不仅仅是投资者在观察 管理层也在观察 好了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呢 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 8月份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果模型 多空雷达升级版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升级过的多空雷达 得益于机构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4000多只个股中 一一对照 挑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立即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 当下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三角模型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投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空投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看到了 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出台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是8.9% 两年平均增长4% 比1到7月份回落0.3% 另外1到8月份 房地产投资两年平均 同比上涨7.7% 相比上个月8%继续回落 另外像房地产资金链 最需要关注的是 房地产销售端的不确定性 也看到销售数据的一个下滑 另外在消费方面 大家似乎看到消费的数据的一个下滑 刚才是简单的吧 8月份我们看到的一些关键的经济数据情况 给大家做了简单介绍 同时基建投资是向上有空间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数据的一个简单情况 那其实小蕾对于8月份 1到8月份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情况 可能大家会对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 有一些这个前瞻和有一些预判 从现在拿到的数据 对消费下滑这一块来说 未来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刺激政策 其实从去年疫情后以来吧 整个消费领域的刺激政策 包括各地的消费券啊 购物节啊层出不穷 但由于大家如果抛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 看一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话 会发现这两者是强相关的 简单的来说 就是在大家整体的收入预期 没有疫情之前这么强的情况下 其实各类政策可能最终的支持效果 都不会特别大 但是这些数据呢 我觉得一方面体现出 大家为什么今年中正主要消费指数跌幅比较大 其实和这个因素是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机构投资者主要挖掘的消费方向 还是K型复苏的向上部分的K K的那部分 但是其实最近结合一些 个别领域的风险 包括这些经济数据的话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理解 为什么7月份央行要进行降准 其实市场在前一段时间 特别是债券市场 在博弈下一次降准预期 本来市场的有一部分预期 觉得是在国庆节前 那么最近这个预期是不是会落地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从整个 因为股市是流动性的前预表 股市不是经济的前预表 是流动性的前预表 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对未来一段时间 市场的结构性机会 会比年初要乐观的多 杨子老师 今天我也带来一张题板 再来和大家讲一下 还是这个股债性价比框架 其实大家如果可以会看到 一彩网上去年3月份 我做节目的时候 就3月12号和19号这两次 是市场最恐慌的时间带 但是我们就是用这个 股债性价比框架 在去年3月份进行了 非常猛烈的加仓 获得了比较多的斩获 那么这个框架 我再来讲一次 就是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比较复杂 我们讲红色的线吧 红色的线是护生三白指数 过去10年护生三白指数的走势 看到它是大幅震荡的 然后蓝色的这条曲线 是国债的 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与护生三白股息率的差值 那么我在这里 又做了两条分割线 绿色的分割线 代表着这个差值在1.5以上 历史上如果在1.5以上 意味着市场进入了 一个风险区域的位置 在这里有两个红圈 有三个红圈 第一个红圈是在15年的二季度 第二个红圈是在18年的1月份 第三个红圈 是在今年的2月初 这三个红圈 其实都是对应的 短期市场的一个 偏顶部的一个位置 无一例外都是超过了 绿线1.5%这个差值的 然后向下的这条紫线呢 就是0.5以下的位置 就是两者货币特别宽松 然后股市一直在下跌 估值越来越便宜 在这种情况下 往往是需要抄底的 我这里画了四个绿圈 代表着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 是在16年的3月到9月 第二个时间段 是在18年的四季度 第三个时间段 是在19年的六七月份 第四个时间段 就是去年的3月份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蓝线的位置 很重要 这个蓝线的位置呢 目前运行在 市场的偏低估的状态 它没有到历史一个 极端低估的水平 但是偏低估 它已经从今年2月初一个 市场偏高估的水平 在大幅度下行了 当然我们这个下行呢 一方面是基于 互生300指数的下行 另外一方面 我们是结合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简单来说 我们就是结合长期的 无风险利率来看的 那么大家说完这么一大通 回到前面说的8年 8月的数据 就是8月的数据 给我们的一系列的前瞻来看 未来一段时间 或者说展望6个月到12个月 我们偏向于认为 利率会进一步下行 那么利率进一步下行 如果市场维持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我们的股债性价比 又会重新回到偏低估的水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四五月份 三四月份很悲观 一二月份我也很谨慎 我就觉得今年正收益就可以了 但是我最近开始加仓 只是我加仓的幅度会比较小 目前我的仓位 大概是在55%左右 那么比如说昨天大跌吧 我们这个均衡 我们整体在行业上 还是会维持这样一个均衡的配置 大家看昨天我们组合就跌了0.08 很多顾书家组合跌的都比我多 就是因为我们在成长价值 高端制造各个行业之间 做了一个均衡性的配置 其实这一段时间 大家说是电风扇行情 就是整个轮动 除了这个越高越涨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的这个主赛道之外 其他板块都是电风扇行情 均衡配置 也是之前我们谈到的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么多 都是基于现在市场的一个最新变化 解读数据也好 我们分析板块也好 我们都是想对市场 有一个客观的分析 那其实在市场当中用什么样的方法 用更长的时间来把这种波动平滑掉 把这种情绪打掉 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来看看基金经理怎么说 好的稍事休息 一会儿我们的相约星期三 基金时间将请出来自东方红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 韩东 还有来自华泰证券销售交易部的产品准入负责人 李扬勤和我们一同来聚焦投资话题 一会儿见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岁月不败分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炒股多年 还没有自己的实战操盘体系 别急 主力机构操盘术 将主力机构的操盘方法融会贯通后 在化繁为浅提炼出适合实战的操盘方法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能立即领取 主力机构选股逻辑 基于系统的投研体系 加估值体系 加交易体系 加风控体系 利用资金优势 构建了系统化投资策略 因此 做股票跟对主力机构很重要 主力机构往往主导了各股行情走势 买卖过程包括建仓 洗盘 拉高 出货等各个环节 自建主力机构筹码柱 轻松识别机构资金动向 红柱代表主力机构吸筹 绿柱代表主力机构出货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领取这份主力机构操盘术 有了主力机构操盘术 或许你也能够获得交易成功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公司与行业 那又到了星期三 也到了我们公司与行业与上海基金同业工会 联手推出的基金投教类节目 相约星期三基金时间 那本周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擅长布局电子产品 以及精密制造的基金经理 他是来自东方红资馆的韩东先生 我们先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韩东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公募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 清华大学工学硕士 证券从业年限近12年 投资管理年限超5年 目前赛管产品包括 东方红瑞元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东方红瑞丰灵活配置混合 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 管理产品规模154.26亿 韩东擅长对电子硬件及精密制造板块 进行逆施布局 并能由此延伸至消费与周期领域 进行长期价值挖掘 在行业选择上 注重横向与纵向比较 偏好低估值 看重公司质量 在各股选择上 看重企业家精神 在组合构建上 胜率优先 重仓低赔率高胜率的公司 2019年东方红中国优势混合基金 先后荣获第二届 继安五星基金群星会 混合型基金产品奖 和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 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 了解了韩东 我们就把韩东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韩总您好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 来自华泰证券销售交易部的产品准入负责人 李扬 请我们用我们三个人对话的这种形式 来了解一下韩东 在过去成长过程当中 对企业家精神的这种关注 其实说到企业家精神 是不是您在未来投资框架当中的一个核心呢 可以是讲是这样的 就是我也可以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投资框架 好的 就是在投资中呢 其实我们要回到投资的第一性的问题的话 就是股价是有什么决定的 或者说股价是有什么驱动的 在我的理解里呢 就是股价是很多个因子的叠加 它有很多有短期的因素 有中期的因素 有长期的因素 而这些因子呢 其实都是一个周期波动的 一个往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谓万物皆周期 在我举例子呢 可能短期的股价呢 它决定于市场的情绪 决定于是否有一些什么样的催化剂 决定于可能最近一些商品价格 这样的一些偏短期的因素 可能决定了短期股价的一个波动 而中期呢 可能和行业的发展方向有关 行业的渗透率到哪个阶段 行业有哪些这个比较新兴的 这样的一些领域 而长期呢 我认为可能是由公司自己的成长性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竞争力所决定的 也许短期的这些情绪的因素呢 可能决定了三个月到半年时间的 一个股价波动 而行业的发展呢 决定了一年到两年的这个股价的走势 而公司自己的这样的一个R法 或者说它自己的竞争力 可能决定了五到十年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大的方向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呢 我们希望做一个长期主义者 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者 更多的希望下注在 这个股价的长期驱动因素上 也就是说公司本身 或者用另外一个角度讲 就是我们希望的 找到的满分的公司 一百分的公司 是这个幸运的行业 加优秀的公司 加合理的估值 可以认为是好公司 好行业 好价格 那么可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这样的标的 但在现在可能流动性比较宽裕 并且市场认知也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这三个因素 同时具备的标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可能我认为也许是一个 所谓不可能三角 三个因素很难同时满足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需要去选择 我们要在三个因素 都不能同时满足的情况下 我们坚守什么因素 在哪些因素上呢 可以适当地去承担风险 在我这里的排序呢 好公司的排序 是排在第一位的 也就是说 在任何情况下 我希望把一个公司的 长期的质地和竞争力 放在我选股的一个首要位置 进行坚持 那么也许行业有一定的压力 造成了一个 估值比较低的买点 这样的股票 我是愿意去参与的 也许行业挺好的 然后呢 商业模式也非常的优秀 造成了可能它 很长一段时间 估值在一个合理 甚至是偏高的位置 这样的股票 我也愿意去配置 但是我不太希望 可能买的公司 是一个质地比较差的公司 这个在长期来看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我认为就是投资在一个 股价的一个长期驱动因素上 从研究和投资的角度 都会有很强的负利 也就是说 如果我在短期的因素上 看错了 至少我会有一个长期的价值 给我一个补偿 导致我也许输了时间 看错了一些短期的因素 但是我可以通过去等待 只输时间不输钱 就是也许通过等待 也可以运凭 这样的一些短期的错 您是长期的均衡的 然后是调整风险之后的 这个收益 是的 您是追求这个 我实际上想 那其实李总 我们这次把您请来 我们知道华台证券 是第一家拿到 基金投顾牌照的 是吧 所以今天请您来 我们一起对话 韩东总 也给我们投资人 更多的一个视角 好吗 是的 谢谢杨子老师 我们现在公司的 这个涨了新头基金投顾业务 已经是保有和参与客户数 最新的是 应该是同业第一位 那我们对于韩东总 这一块也是有长期的 跟踪和研究的 其实韩总刚才讲的 他的这个投资逻辑和理念 是我们也非常认可的 一种传统的 正统的价值观 价值投资的一种逻辑和方式 实际上的话 韩东总讲的 这种企业家精神 包括我们了解过的 市场上有一些的 优秀的经营经理 也是这种投资逻辑 但是有一点可能想请教一下 这个韩东总 就是说对于企业家精神 或者是说咱们一直强调的 这种企业的文化 或者它的组织 这种比较可能 比较务虚的一些东西的话 可能相对于我们公司的 ROE或者是增长率 这些来说 它比较难去判断的 那我不知道 就是说对于基金经理来说 去如何去评判 一个公司的文化 或者一个企业家精神 它是不是好 能不能举一个案例 其实李总问得很实际 那些都是硬指标 我们都看得见摸得着 但是企业家精神 我们如何通过这种软实力 来感受它的力量 我首先讲一下 我可能对 为什么这么看重企业家精神 然后可能先讲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看重一个公司的治理 就是我认为一个公司 是不是好公司 可能更多的取决于 这公司的一些无形资产 比如说可能有品牌 有好的管理 有好的组织 好的文化 好的企业家 更加看重 这个公司是不是具备一些 比较优质的有形资产 比如说 是不是有好的设备 厂房 好的固定资产投入 所以我把无形资产的这个排序 排在有形资产的前面 而在无形资产的排序里边 我对这个公司的团队 和组织和文化 是更加看重的 我认为 可能一个公司的本质 是一些人的组织 而不是一些资产的堆砌 我非常欣赏这个任正非先生的一句话 叫做资源终将枯竭 但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我认为就是一个公司 长期能不能走得远走得好 其实是和这个公司的团队 是息息相关的 至于什么是 就是我们认为的 就是比较优质的企业家精神 我觉得其实在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就是就和 我觉得我们看企业家 和基民看经理经理是一样的 那么投资新能源产业的经理经理 和投资周期行业的经理经理 也许需要具备不同的特质和素质 可能举些例子 比如说我看一些制造业的这个公司 可能有一家电子制造行业的 一些龙头公司 我们去 首先会进行一些上下游的调研 如果这个公司是客户也 评价是不错的 竞争对手 就是可能一般是互相吐槽 互相说坏话的 但是也说这个公司是很优秀的 我们就会对这个公司 是非常的这样的关注 而我们看到的这家 这个电子制造行业的这个优质公司 可能我们去见了老板 见了这个公司的一些管理层 是这个非常 首先是非常一丝不苟 其次呢 整个团队上下 是一个非常扁平的这样的文化 就是不是一个 就是有架子的老板 或者是说 这个非常苛扣员工的这样的老板 整个工厂的这个员工 都是比较有满足感 而且这个底下人 跟这个老板的这个对话 都是没有什么隔阂 没有什么架子 非常扁平 虽然是一个上万人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老板走在路上 会亲自的把地上的一些 什么这个垃圾啊 什么捡起来 都是细节啊 对对 这是给我们 就是很多细节 但能看出这个公司 是一个比较适合制造业的 精细管理 让整个员工能焕发出 更好的效率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而我们看到另外一家 是偏这个软件型的 或者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 偏这个软银结合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司 它更多的是资产是工程师 不是这个产线工人 而这个公司的文化经营呢 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 就是公司里边有 一玩员 可以让员工上班的时候 来把小孩带过来 放在那里啊 解决了很多员工的后顾之忧 然后呢 也会有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转岗啊 这样的文化 保证了人才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梯队 我们觉得对于工程师主导的 可能文化层次相对高一点 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精神通道 需要有自己的这个归属感的 这样的文化就是非常适合 能够焕发这些人的积极性 我觉得未来 可能我们需要用ESG报告 来观察更多的这个 观察更多的这个企业软实力 是的 是的 但是归根结底 就是我会对这些比较有特质的 然后呢 让我们觉得比较 能够让整个公司 同样的一帮人 能够焕发出更多的能力的 这样的一些文化和组织 非常的感兴趣 其实李总刚才做了一个回答 就是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他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就像我们选基金的时候 要先考虑基金管理人是谁 选基金管理人 一样啊 就是基金管理人在选 这个标的的时候 也要选企业掌门人 是这个道理 对对 其实前期我们对这个 韩东老师也做过一定的 这个耻仓的分析啊 我们发现就是说 基于您之前的这个产品的情况 在前期的时候 您应该是偏向大盘成长的 一个风格 然后近两年的话 逐步的大盘价值的风格 在逐步的提升 最新的这个2G报 我们看了一下 应该大盘价值更偏向一些 其实今年这种风格 就是相对来说 你刚才也讲的很多周期啊 或者中小盘涨得比较多嘛 您认为就是说 您的这个风格 会是聚焦在偏大盘这一块吗 你想两句 我其实蛮理解很多客户和机民 可能对我们希望以打标签的方式 比较简单的去判断 就是你是大还是小 是选一个大小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概念里边 或者说我们所谓 称自己为价值投资者 我们对价值的这个定义 可能和大家是略有不同的 就是可能很多人认为 所谓价值投资是买比较便宜的东西 比较低估值的东西 比较传统蓝筹的东西 但在我们认为成长是价值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可能就是很多所谓的价值股 拿到后面发现贡献了很多的收益 更多的是因为它长期持续的成长 而不是说这个因为纯粹的因为便宜 对 所以其实我们对价值的定义呢 或者说价值投资的定义是 股价最终是和这个公司的基本面相关的 而不适合一些短期的情绪 或者是说一些催化剂 或者说这个公司哪怕不在市场上交易 我在一期市场上也能以同样的价格去给它定价 这是我们对价值的定义 所以可能在我而言 也许有一些量化的这个指标分析 我比较认可的是 可能我希望我买的资产是比较高质量的资产 也就是说我可能自己投资 当然最后是一个结果 显现出来的这个投资风格是 这个公司大概大部分具备高的ROE的水平 但是比较低的PB的一个状态 就高ROE低PB 我认为是我的风险因子 或者说我的风格因子 更多地暴露在质量好的公司上 我比较坚信的一点是高质量的资产 很长期应该会产生比较高质量的回报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认可的定义 并不是在以价值或成长或行业来区分 我是这样讲的 就是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也不需要市场给它贴标签 算是回答了你这个风格上的这个问题 是的 但是就是说刚才我也非常认同 就是说其实像这类的价值投资的风格 它们对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坚决是不能允许自己去买到一些有瑕疵的一些公司的 那其实我看您的这个持仓这一块 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这个选股的基金经理 其实呈现的一个特点是一个行业相对分散 个股比较集中 那这个的话我也非常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因为是不是说您在这个组合的构建上 就是完全不考虑一个行业的一个比较 就从行业的配置层面不看的 反而是就是根据个股呈现出来一个组合的一个情况 我可以这么回答 就是刚才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思路 其实也讲得比较清晰 我们更多的是像公司本身 那么可能对行业的这个因素呢 更多的是在行业波动的时候呢 给我们产生了一些买点和卖点 这个从这个角度呢 可能对行业确实是没有太多的这样的选择 但是最后在构建成组合的时候 我们是有蛮多的考虑 希望自己的组合在风险上是分散的 因为我们希望暴露的这个风险因子 只有公司本身或者公司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长期的成长 长期的竞争力这一点 而希望在行业的因素上做对冲 不希望在比如说宏观向好的时候 我的组合有很好的向上波动或向下波动 宏观向下或者利率向下的时候 我的组合就相反波动 希望把这些因子尽量地去对冲掉 这个我们做的很多想法呢 就是其实不是按照万德行业 或者申望行业 给自己的选择股票做分位 而是按照可能它背后的驱动因素 是和什么样的一些 我们无法控制的变量相关 来进行尽量的对冲 但这个只能是一个尽量 因为一个组合里面 可能就二三十只股票 我们希望的对冲 可能需要也许成百上千只股票来 但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的框架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两家差不多的公司 但是呢 可能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公司 两个是同一个行业的 或者是同样的一个 类型的公司 我可能尽量地去选最优秀的那一家 也许把所有的仓位都分配给一家公司 而不是两家公司动买 我们是希望在做到各个公司 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因子所驱动 其实刚才我觉得 韩东总已经非常详细客观的 把自己这个整个自下而上选股的 这个过程 就是这种典型的这种自下而上选股的 这种思路和框架 跟大家做了分享 就是细节很多 可能就是在长期的整个投资过程当中形成的 其实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投资经历 有没有这种风格上的变化 在成长过程当中 比如说选行业 包括这种对标的的这种认定 就是整个的这种逻辑形成 有过没有过这个反复 或者是有没有过几次 特别就是觉得给自己 就是冲击大的这种这个故事和经历 其实就是如果想一想也是有的 可能最早的时候 在很多这个股票的选择上 确实是比较偏重 短期的一些方向和趋势 为什么最后我会沉淀到 企业家和好的团队上 也是可能在做了研究这么多年之后 发现最后能够沉淀下来 能够办你穿越各种周期的 真的是只有比较靠谱的 管理层和团队 就是比较靠谱的管理层 其实你和他们去 这个这个类似于做合伙人 或者是说和他这个这个 共同成长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在行业波动的过程中 往往都是他们的一些机会 在行业比较景气的时候呢 他们能更多的去获取一些收益 在行业不好的时候呢 他们又会就是帮你去覆盖很多风险 因为我们对行业的这个 未来的预测其实是很难的 就是很难有很大的正确率 更多的是 是不是选到比较合适的团队去预测 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对行业 做了很多的预测 觉得这个行业会走向什么样 什么样的这个低渗透率到高渗透率 有景气多少年 最后发现所有的行业 其实都是周期波动的 很多年前 也许我看覆盖的一些行业 比如说LED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 包括消费电子啊 当年都是欣欣向荣的 大家觉得应该给很高固执的行业 但是顺水行舟的时候 其实真的增速好 增长得快的公司 其实说不清楚到底是公司的竞争力强 还是它在顺水行舟的时候 去加了杠杆 去做了赌博 或者是做了很多激进的事情 导致增速更快 但是在行业波动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真的优质的公司 是能经历行业周期的洗礼 有一些当年比较这个优质的 看起来增速快的公司 到最后其实面临很大的压力 这是我就是形成 可能看重团队 看重公司质地的一个 蛮核心的想法 也是经过就是漫长的 这样的一个投研经历的 这个就是训练 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 其实刚才李总 我听到韩东总 可能在整个这个投资逻辑 包括这个理念和逻辑成长过程当中 又回到了这个我们 刚才提到的企业家精神 还有这个企业文化 是吧 这个团队这种公司氛围 就是它可能在冲击风险 包括在这个创新上 是要信得过 我觉得反复是告诉我们这一点 是吗 是的 其实我听下来 就是韩东总 他在这个自己的投资理念的 形成过程之中 已经是非常坚定了 这个框架和这个原则 其实这个是我们买基金的 就包括我们在做基金产品的 引入的时候 也比较关注的一点 就是不喜欢基金精灵 会容易变或飘移 就是他反而就是说 他很确定 对很确定 确定性高 体验度好 对就是这种体验 就会感觉就会好很多 但是我还想请教 韩东总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在做基金产品的 引入的时候呢 也会做一些同类的比较 其实就是说 您刚才聊到 就我也提到 就很多的这种价值观 比较正的这种价值投资的基金精灵 就问一个比较尖锐的 您觉得相对于他们来说 您的这个优势 或者这个更强的一些竞争率 会体现在那些 我觉得这个韩东总不太好说 其实我们有过思考 就是可能表面上看 所谓选优质的公司 或者说做价值投资 好像没有那么难 就是因为比较优秀的公司 大家也许有目共睹 然后 英雄所见略同 对 是不是 我们选择的和大家选择的是 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我觉得从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深度的研究 选真正优秀的公司 和打优秀的标签 打价值的标签的公司 是有差异的 就可能在我们眼里 真的符合我们的 比较严苛标准的公司 全一股四千家公司里面 也许只有一两百家 或者甚至更少 但是可能被大家认为 蓝筹 白马 这样标签的 可能会更多家 而我们认为很多事 不一定符合我们标准的 我们会守更严 对 守更紧 第二呢 我会觉得 就是我们 也许基民选基金 和我们续选上市公司的 这个这个 就选股票是一样的 我们总要问 你和别人做的 什么地方不同 导致你做的这件事情 有优势 对 我们也闷心思问 我们和别人 哪些地方是有优势的 我觉得是 就是做长期这件事情 就首先要做价值 或者说要做公司的基本面 那么它的展现 一定是一个中长期的事情 所以你一定是 以持股周期较长 换手率较低的方式 来展现这个公司的价值 就是你更能坚持 对 就是你相信 我有信仰我能坚持 是的 反复告诉自己 我觉得归根到底 其实是这样 因为可能现在基金行业 也许比较注重短期排名 大家都愿意去找 今年能涨的这样的股票 但是如果短期的排名 不太好的时候 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坚持自己的初心 扛得住 这件事情是一个 或者说延迟满足 是比较违备人心 我觉得这个市场 有时候真的是 像跟我们投资人 开玩笑一样 它可能真的是 用更长的时间 让我们体会 就是时间的玫瑰 那就是刚才提到 就是李总 可能您跟这个 投资者交流的 这个过程当中 投资者是不是也会问一些 这个就是回撤的问题 会问很多吧 会问的最多的 就是回撤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是我们面临的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的投资者 可能他并不知道 他自己到底能承受 多少的回撤 是的 就有的人可能 就是他们 其实他的这个风险偏好 是变化的 就当市场环境 非常好的时候 他会完全不考虑回撤 就可能会冲进来 或者去申购一些产品 或者说 这就是情绪 对 然后如果说是市场 发生很大回撤 他才会意识到 我承受不了这个回撤 所以说我们在做基金推荐的时候 非常强调一点 投资者适当性的一个匹配 包括说这个 我们投资顾问 会跟他进行详细的去询问 你到底能承受多少风险 就风险的一个评估 再去推荐 合适的产品给他 那其实在回撤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就是 坚持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差距 是不是韩东总 可以这样想吧 就是我们其实也 就是做基金 可能更多的时候 是在和控制回撤这件事情 在做很努力的去控制一件事情 也许未必做得好 但是我的想法是 就是可能不同的股票 纳入组合的时候 第一是刚才讲的 尽量把它的相关性做去除 买各种各样的投资线索的公司 来对冲我们无法控制的变量 第二是 可能对于波动大的股票 我们是不是尽量的 以比较小的仓位去持有 而对于比较确定性高的股票 或者说高胜率低赔率的股票 而以重仓的角度去持有 也许两个股票 最终给我的预期收益率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世界的随机性 有的股票可能 大概率是 也许比较低的这样的收益率 但是也大概率不会亏钱 而有的股票 大概率是比较 小概率是比较高的收益率 但是也有一定的概率 是可能是有比较大的回撤的 那么我们希望把前者 就是高胜率低赔率的股票 作为重仓 而高赔率低胜率的股票 作为清仓 这样达到对组合的 波动性的一个均衡 也就是说可作为风险评价 或者是说全天候策略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 当然也说了 就是混回撤这件事情 或者说把风险对冲这件事情 在整个组合里 需要很多大量的股票来实现 可能对我们一个 二三十只股票的持仓 它只是一个思考的框架 也不一定能做到尽善尽美 其实之前我也看到 韩东总也提到一个 对概率分布的这种接受 我觉得是不是能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谈谈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 我们在投资理念当中 是不是需要 也要跟我们的投资人 持有人去沟通的一点 是 我觉得可能做投资 很大的一点 就是要告诉自己 这个世界是随机的 就是很多结果是概率的 其实我从做研究到做投资 很大的一个想法上的不一样 就是做研究 我希望的是 逼近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希望达到一个百分之百的 就是一个确定性的答案 但做投资呢 我告诉我的第一要意是 我可能会犯错 我达到不了百分之百的真相 我要做的事情是 分配我不同的犯错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我而言 就是我们所预测的股价 和最终呈现的股价 中间有好多个不确定性 第一 我们可能犯错 第二 我们预测的 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本身 可能是随机波动的 第三 股价未必反映 真实的基本面 那么最后市场呈现的股价 和我们预测的股价 中间有这么多层层的传导 其实真的是有可能 就是出现很大的偏差 对于这种随机的波动 我们更多的想法是 第一 是通过组合的 投资的方式来进行运品 这就是组合投资的 很重要的意义所在 第二 可能对我们 自己的投资的标的 这个概率分布 或者说它会不会犯大错 它是一个胜率赔率 怎么样分布的股票 自己也要有一定的认知 我自己是这样思考的 就是说要接受 这种概率分布 就是说这就是一个 概率分布的事情 是的 是的 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 这件事情我会犯错 有可能敬畏市场 是的 对吧 你先承认这个 就可能敬畏市场 是的 然后用长期平滑 做研究的时候 犯了错误 我觉得很痛苦 做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 自己一定会在 买了实质股票 可能有只是买错的 我是这样想 那李总你还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特别憋着一个问题 不知道韩东总是不是能回答 因为他是清华 清华毕业的 就是电子这一块 是您的这个专业 本专业 可以这么说吧 我想问问就是对电子 未来这个板块 未来这个板块整体的一个 可能比较为难 李总也笑了 算是给大家今天 我们现场采访的一个福利吧 我们讲讲自己的想法吧 就是可能从消费电子本身 在就是经历了智能手机的 这样的高速增长之后 其实从1617年 行业的增速就已经趋缓 甚至不增长了 但是呢 我不认为这个行业的 投资机会在丧失 因为和我刚才讲的一样 顺水行舟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 一个公司是吃到了行业的红利 或者说因为加杠杆 因为承担了风险而高增长 但是在行业开始趋缓 进入一个也许后半段 乘出期的时候 我们的优选公司的策略 在这个时候反而能得到 更好的展现 溺水行舟的时候 才能看到哪些公司在做更长远 更有战略眼光 更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能够就更具备竞争力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 对于就行业的发展 到这个阶段 对于我们挑公司 自下而上的这个角度 反而是好事 我们买的一些重仓的公司 往往都是在行业 进入一个不一定高增长的阶段 给了我们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平易的估值 比较好的这个低预期的这个买点 给我们带来的最后的巨大收益 所以从选公司 以竞争力的角度 选公司的角度 我不认为行业 对我们的方法有太大的挑战 但是从行业的角度 我认为消费电子 应该进入了一个 需要寻找下一波的机会的阶段 因为智能手机 这样的一个巨大体量的增长 趋缓了以后 也许现在靠智能穿戴 靠VLAR 不一定能够撑起 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产值 那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在互动当中出来了 李总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广告之后 请韩东总再给我们回答一个 就是关于高端制造这一块 因为您刚才说了 紧急度不好的时候 可能高端制造业这一块 制造业这一块 可能给我们的回报 就比我们在紧急度高的 紧急度相对高的时候 买可能收益好 我们一会儿再谈谈这个话题 我们一会儿见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那部消息 立好 快买进 我哥说 公司放弃重组 快买出 我买买出 我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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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看透行情更安心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好中修在上海 送更有贴梯智能马桶 西米克斯砖 欧林水槽 全部免费升级 等等还没送完 开房保洁 仓储服务 价值2万元设计费 补收钱 全部免掉 27年 巨通旗下整装品牌 上海整装承诺 20年水电质保 未装修保驾护航 现在拿起手机 拨打官方热线 4000338338 或扫描二维码 预约中修活动限量名额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代代笑 背背传 笑当仙 我喜欢这种快节奏 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 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本想让这个寒冬总再多回答几个问题 时间关系 今天的采访到这儿 只能暂告一段落了 感谢 非常感谢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九方之头所提供的公益小短片 如何挑选行业指数基金 行业指数基金指的是 投资某一固定行业的指数基金 要投资行业指数基金 获取超额收益的话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 首先要做好行业的选择 历史数据表明 在A股市场所有的行业中 长期表现优秀的几个细分行业 基本来自大消费领域 如食品 酿酒 医药 医疗 家电等 阶段投资的话 则要根据行业是否阶段热点 来进行选择 二 建议选择跟踪误差小的 行业指数基金 指数基金与被跟踪指数的 拟合度越高就越精准 收益估值也会越准 三 建议选择规模大 流动性好的品种 规模太小的一般 抗风险能力较差 四 建议选择服务费 申购赎回费 管理费较低的基金 有助于降低投资成本 增加获利比例 九方之头提醒您 掌握交易规则 控制风险 做理性投资人 好 那今天的相约星期三 基金时间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是来自东方红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 韩东总 还有来自华泰证券销售交易部的 产品准入负责人 李扬琴 也再次感谢小蕾 好了 观众朋友 明天晚间 我们同一时间 再会 欢迎大家来到2021 威尔未来品牌大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企业家在困难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决策 又是困难 企业又应该往前走 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就是要形成快速反应能力 疫情是个分水岭 没有创新能力的公司 就淡出市场 能无垢生有创造新企业出来 这些人 美国当地时间是2号 三大股指开盘均跌超7% 集体触发熔断 纽约原油漆过价格 我们跌为负负 非常反应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 是不可以阻挡的 不非因为这点小小的病毒 就把我们打破 地潮之年 困难之年 往往是投资之年 就是智慧在传给你 智慧在里面 所有的投资 核心问题是你努力到 无能无力了吗 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 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 城市新时尚 源于每个人的参与 以行动号召行动 人人都是志愿者 垃圾分类 志愿先行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 龙虎决心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 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际中 经常会用到的 龙虎决心战法 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 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 来领取 龙虎决心战法 是张瑶老师 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 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 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 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底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 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 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 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 龙虎榜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游资 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米兰斯沙发 采用美国李恩派 伸缩合金价 品质十年保证 米兰斯沙发 畅想零靠墙距离 给您增加空间 米兰斯沙发 采用进口牛皮 降薪品质 舒适 环保 米兰斯沙发 华而不贵 做老板